南马柔佛麻坡今天凌晨开始 暴雨不断 长命雨导致水微暴涨 到处是汪洋一片 而当地一所国中 马上被用来充当临时救灾中心 收留受水患影响的灾民 而另外彭亨尔联图也同样暴雨成灾 停放在地洼地区的好几辆车 也惨遭莫顶 来看一组水灾消息 好几辆车浸泡在黄泥水中 再浮再沉 彭亨尔联图今天清晨的滂沱大雨 引发了闪电水灾 刮拉大旱河水位迅速上涨 停放在低洼地区的六辆车 来不及开走 就这样全遭莫顶 当地居民尝试用绳索 把车子从水中拉上岸 但却不成功 最了解这些都是在国家公园 留宿的本地和外国游客的车子 当局提醒游客 记得要把车子停放在尔联图 县议会提供的停车场 因为那里的地势较高 也围着里巴相对比较安全 今天凌晨四点开始 柔佛麻坡一带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22个地区的水位瞬间高涨 当地的马哈拉尼国中 立即启动充当临时救灾中心 收留灾民 如果灾情持续恶化 当地还有另外四个救灾中心 将会随时投入运作 麻坡线水灾应急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下午为止 当地还是豪雨下不停 不过也有多个地区 随着雨势变小 水位也开始下降 在森美兰 七个小时的连绵暴雨 也把州内多个地区变成水乡泽国 一些低洼地区的水位 暴涨到四米高 烟盖道路 导致当地交通一度中断四个小时 数以百户家庭受水灾影响 损失难以估计